我們繼續開位 我們請林明傑一眼執行 時間45分鐘 好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我們高雄市我最敬佩的陳市長 以及我們高雄市政府 所有以及主管的所有團隊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以及辛苦的媒體 還有我們大高雄市的所有市民 以及我的主人 援助民主主人大家好 大家平安 今天是高雄市議會第二屆第四次的定期大會 那剛好是我的執行時間 那我這邊可能要針對市長 想請問一下市長 因為在其實市長在我們原鄉裡面 給我們實在很多的福利跟很多的建設 但是終究還是有一些不足 想請市長說明對於我們原鄉 不管是都會的 或者是在居住在三個原鄉的未來 未來的政策策略執行 對我們原鄉的中長期 甚至於在整個災難 六戶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有更好的因應 因為原住民來講 不管是在哪一個角落 只要你把他的位置放對 絕對是國際性的一個標題 就拿我們原住民的體育來講 我就要警救體育 我們那馬下 目前也有人在美國受訓 也是國際級的這個棒球投手 論我們的輩分在 算是我子兒 孫兒 我子兒的孩子 那還有幾眾角力 那馬下 都有那麼多的人才 但是在我們整個業務報告 整個業務各級處的業務報告裡面 滿遺憾有一些一些級處 可能忘了 將我們原住民的一些建設跟需求 置入在整個整個整體的規劃裡面 所以我想聽聽我們市長 對於我們原住民不管是原鄉 或者是都會區的原住民 未來的政策 有哪一個方向 是不是請市長 市長你答應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林議員問的問題很大 不過是原住民現在在高雄 不管是在平地 或者在我們的原鄉 確實面臨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也是一步一步在解決 譬如在我們的原鄉 我們發現每一次的災難 我們要回到原住民 要回到自己的原鄉 在交通的部分 有很多的不安全 也有很多的不方便 怎麼樣對部落安全的維護 我覺得市政府在這個部分 我願意更用心 現在另外有一個部分 原鄉的自治 如果我們大概就是尊重原住民的自治 所以相關的經費 大概都撥給我們原鄉所有的區公所 那市政府 我們除了這一些以外 我們願意在對於未來 所有原住民的就業 原住民的老人的據點 原住民我們的所有非常優美的傳統 他的不管是雕刻 不管是琉璃珠 不管是有很多未來原住民 一個很適切的表演 讓大家更認識原住民等等 這個我都會跟我們的研明會 在這個很具體的規劃 我們會認為說今天原住民 現在還我土地的運動 是我從我跟煥迅利局長 從很年輕到現在 都經過三四十年 今天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 才慢慢的落實 我們現在的地震局 對於我們的原鄉原住民 還我土地的部分 做了很多的努力 當我把原住民的土地 地域的證明還給我們的原住民兄弟姊妹 我們看他們的眼睛 都甚至眩著淚光 我也很受到感動 這個是高雄市政府在全台灣 我們這個部分做得最好 但是不管做得再多 我還是認為有很多不夠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林議員 是從原鄉顯出來 你也住在原鄉 你最了解我們部落的問題 我想只要林議員提出來 我們在哪一些原鄉的部分 應該要再加強 如果能夠跟中央協調的部分 我願意跟我們的股眾主委 我們願意再跟我們的原民會主委 在這個部分來處理 那如果有一些是一個大的政策方向 那我覺得我們也願意在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非常好的橋樑 那我覺得我跟林議員保證 今天像我們這樣投入了解原住民的情感 對原住民的尊嚴 像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沒有放棄努力在維護 這一點我相信林議員可以了解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攜手合作一起努力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我們所有急促市的各位長官 應該都聽得到 市長對我們原住民 是倍加有心的在推動整個原住民的政策 那我可能就是請我們所有急促市 未來在橫向的聯繫上 是不是更加倍 置入我們原住民所有的建設 或是不管是哪一個產業 都給予更多的努力 那繼續我可能要針對水利局 水利局 這個部分是我們納馬夏麻雅禮 麻雅禮的部分 大概的指標都有 然後這個是民前大橋 這邊有納茨蘭西 然後我們這邊有這個冒煙的這個部分 是我們一個拉比尼亞聚落 然後本來的河闖 本來的河闖 本來的河闖 然後是從這裡 巴巴水再一直到現在 這個沒有做清書 然後這個會擠口 會擠口已經造 因為這個土堆都沒有處理 所以這個部落 一點一滴的在被沖刷 已經有兩棟房子被沖走了 最近 所以我這邊可能要請我們水利局 到現場看一下 因為我們在圖上 可能解說 不是那麼清楚 一定要把這一邊的這個土堆清除掉 才能讓這個聚落 居住的人有安全感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這個是剛才的那個 南紫茜西跟我們納茨蘭西 會擠口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 民森大橋 這個是民森大橋的上游 這個是民森大橋 這個是上游 它也是一樣跟剛才那個 那納茜西一樣 它這邊也有一個 達干瓦橋 達干瓦西 它的會擠口 這個是比較嚴重 但是也要感謝我們市政府 最近剛完成 我們公務局剛完成的這一座 擋土牆 防洪的擋土牆 也發了將近五千萬 也發了將近五千萬 已經完成了 已經通車了 但是我現在最比較隱憂的是 因為這個達干瓦西的衝擊 蠻大的 它會推擠我們南紫茜西的水 讓土石流衣積在這裡 然後排擠到我們南紫茜西的水 直接衝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這邊要請我們水利集 也到現場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達干瓦西這個 入口的會擠口上游 做藍水壩 或者是做塵沙池 來減緩它衝擊的力量 不要造成剛完成的這個工程 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造成損壞 那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悟通 然後悟通 悟通農路的一個演習 這個部分 因為也是巴巴水災以後 其實我們農業局 水保科也有經常去看 但是因為當初沒有那麼嚴重的這個狀況 而這一次聯繫的下雨 還有聯繫的豪雨 造成路的這個右邊崩塌 因為被衝擊到崩塌 所以也是一樣 是不是請我們那個水利集 我們做個會堪 這幾個點我們做個會堪 真正的處理 就這個部分 這個是這個溪流的上游 剛才那個是這個是下游 上游是這個 那它的排水 像這個四孔 四孔湘寒 四孔的這個湘寒 下方已經 市政府已經做了兩期 已經完成了 但是它的這個野西的上游都沒有做 所以很可惜 因為底下的農地跟住宅很多 我是怕是說這個被堵住了以後 可能會造成野西衝刷到人家的農地跟這個住宅 這個是我們這個水利集的部分 其實水利集在我上一次做 水利集在做業務報告 第一時間已經到現場做了詳細的勘察 就是因為當初沒有提報到這個部分 所以水利集在業務報告我執行的所有的事項 由我們那個水保科的蔡正芳股長 直接到現場完成了我們所有的那個會堪 那我這邊可能 這個可能要針對我們的 業域飲水 我想請教一下水利集集長 我們的業域飲水 是不是死灰復燃 這個工程 曾文水庫業域飲水的這個工程 是不是死灰復燃 因為這個工程造成了小林跟我們南 一殺戮死亡將近500個人 所以如果說死灰復燃的話 我想請局長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只要確定 是不是有重新再啟動的這個工程 局長大附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那那個 曾文水庫業域飲水工程這個過去是在經濟部水利署 南區水資源局在執行 那這個案子在莫拉克颱風過後 因為整個東隧道的部分被填塞 所以整個計畫已經暫停 那暫停在它的一些條件上面有要求 這個南區水資源局要去做這個環境方面的監測 那最近的話是有接獲一些訊息就是 這個監測的部分要做一些相關的工作 但是過去在104年的時候有跟地方做過一些說明會 也就是說如果這一個計畫要做一些相關的一些工作 必須要讓居民能夠清除而且能夠同意 所以最近我們接獲的訊息是 南區水資源局會在地方召開說明會 那這個說明會並不是說整個計畫要啟動 是針對這一個過去所承諾的這一個環境的一些後續的評估 必須要去做監測 那這些工作必須要跟地方說明 好 謝謝請坐 因為在我們國土計畫法裡面在105年5月1號已經頒布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全國土地所有的計畫 如果涉及到原住民的土地或海域的話 一定要按照我們的原住民基本法 因為過去的原住民基本法它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好像是一個做參考 但是它已經用到國土法 所以如果要啟動的話我是堅決反對 沒有按照這些法令規定的話 我是絕對站在絕對反對的立場 那我們原住民基本法在第21條 剛才國土法也提到了 所以基本法裡面提到的那麼多就是 不管土地從事什麼工作 一定要諮詢並取得原住民同意或參與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在月域飲水如果要啟動的話 也是我本席的一個痛 當初曾文水庫月域飲水 我是高雄縣高雄縣的議員 我站在反對的立場 但是我們後來是被廠商告 告到法院也跑到法院說 延宕他們推動這個業務 所以當初的狀況是 也是我們當政者 因為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步伐 所以造成才能啟動這個業務飲水 但是最近又聽到 已經又要重新啟動了 因為這個業務飲水的這個洞口 第一階段從桃園進 然後納馬下出 這個部分是完全堵塞 而且完全損毀了 那從納馬下進 然後到嘉義的 嘉義的這個 正文水庫的這個溪流 出的這個水域的這個洞口 已經完整完完整整的做好了 他現在給他封起來 因為我們當初有幾個年輕人是說 如果啟動的話 願意再一桶 一卡車的汽油炸在裡面 所以他們把封口 把那個 我們納馬下那個洞口都封住了 但是我們納馬下進 然後在嘉義正文水庫出的這個洞口 八公里 四公里已經完全完全已經完成了 這個所以我最主要提這個目的就是說 水利局局長一定要經常給我這個訊息了 不要再跟往年剛剛要做的時候是完全是個個急迫 不讓我們知道了 那接下來可能要針對我們的衛生所 衛生局 衛生局在業務報告的時候我也提過了 也投影過一些人家的反應 我們高雄市納馬下區的衛生所 是蓋在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離我們瑪雅里 往返八公里 往返八公里這個路段 那這個是哪一殺戮 這個是以前我們的舊納馬下區鄉公所 然後從這個部落要到我們的衛生所 要六公里往返十二公里 從達干瓦到衛生所要十四公里單層 那來回的話是二十八公里 我今天提到這個問題 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個衛生所蓋在我們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是非常錯誤的政策 所以我的建議 在我們業務報告衛生局業務報告的時候 我提過兩個案子 第一個是不是請衛生局啟動做民調 第二個要不就直接把衛生所 簽到我們原來的公所 這個原來的公所非常的完整 只是它的窗戶破掉而已 這個是非常的完整 再不然就簽到我們過去的 納馬下鄉公所圖書館 這個圖書館它有地下室 八八水災的時候 一粒沙子都沒有進過沒有進到 這個都沒有沒有沒有衝擊到 地下室一粒沙子都沒有沒有進沒有進到 所以我針對這個是它的全貌 目前我們這個這個是我前天造的 目前是幾張後後都好的 這個是公所這個是圖書館 如果說把衛生所建立在這個的話 我們達干話裡只要不幸有狀況 直接到這裡做急救 不用往現在的衛生所往返八公里 直接進來這裡處理 沒有辦法的話再送下山 因為從南伊沙魯從這個部落 到我們的衛生所往返十二公里 我們十二公里是要開差不多三十分鐘往返 因為我們的路不是紙的 我們的路是有的是根本就是法甲灣 所以如果說給它改在這裡的話 對我們我們納馬下 所有不管是我們的居民 甚至於我們的在這邊做工程師做的 或者是來這裡休閒來這邊觀光的都非常的有利 這個是針對衛生局 那衛生局局長做民調是不是可以 來局長答悟一下 市長答悟 市長先答悟 謝謝 我想這一點我特別要跟林也恩說明 當時我們要把新的納馬下區公所放哪裡 新的我們的衛生所 坦白說是經過很多很多不同的爭論 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為什麼會把衛生 我們的納馬下區的衛生所 建在民權平台 當時整個地質專家 是認為民權平台是在我們納馬下區最安全 因為衛生所我們那個時候 有最重要它有救人的功能 所以那個時候是經過很多的評估 所以因為在民權平台 確實是讓我們部分 我們的部落的鄉親 要去看病有一些不方便 但是我們如果有不方便 我們也有到亞馬里 蘭沙路里 還有包括達卡納瓦里 我們都有辦理這個巡迴的醫療 但是在那個衛生民權平台那個部分 是有比較健全醫療 包括洗腎等等的設備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當時跟高雄高醫 也有一些合作 他們必須派駐相對的醫師在那裡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有若干醫療不方便 我覺得我們應該加強這個巡迴的車 但是當時專家會認為地質脆弱的 我們的那馬夏區 所以他們是認為整個民權平台 是最安全 所以民權平台當時要建的時候 也是經過很多的爭論 最後專家他們地質學家 認為這個地方最安全 所以也經過跟我們在那馬夏區 很多民意溝通討論里長 這個過程我都有參與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些不足 醫療的不足 我會覺得我們應該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來加強 但是我現在一個包括可以住院 包括有一個相對比較健全的 醫療設施的衛生所 如果要再遷移 我認為在短暫時間會困難很多 但是我會覺得說 未來如果我們有沒有第二個需求 說我們對於那馬夏區 需要有第二個 我會覺得我們願意在這個部分 重新來考慮 我不曉得能不能這樣 來跟林議員來討論 所以這樣 現在如果說你用民調 民調不能解決安全的問題 當然我們的鄉親會認為說 他現在住的地方沒有問題 但是所有的弟子學家 我們當時選了很多地方 他們都是不同意 所以這個部分我先請林議員 我們暫時在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第二個階段 我們如果有第二個需求 我們再來討論好嗎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那針對這個衛生所的部分 就針對我們市長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做第二部分的考量 那接下來我可能要針對 我們的金發局 金發局是管我們檢疫自來水 因為在我們那馬夏 光舊 我們整個原鄉 在原鄉 我們南利沙路 麻雅里 我只講我們的部分 然後打干話 我們的經費有745萬 我們麻雅里520萬 但是這個發包過程 跟施作的狀況 以及所有的品質 可能我們金發局要介入 因為光麻雅里 這個部分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水 聽說已經撥款了 還是沒有水 而且他的PC管 聽說根本就不符合 所規定的那個項目 所以金發局 你們既然將這個經費 撥到公所 由公所來執行 我希望你們也介入調查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們南馬夏 三個部落 700多萬 有兩個部落是完全沒有水 已經完工沒有水 因為說實在我們金發局 我們金發局是在我們高雄 整個推動 不管是經濟的發展 或者是產業的發展 應該也是重要的一個 一個急促 但是在我們金發局 所以這個業務報告裡面 好像也沒有看到 針對我們原住民 色彩的這個未來的規劃 所以我經常講 三個原鄉 雖然是已經自製 但是它並不完全自製 它只是 只是業務的自製 但是經費的控管 經費的這個根本就沒有自製 還是要透過我們市政府 所以我可能這邊也要呼應 我們市長 是不是請市長也帶一個話 是不是能夠廢除我們原鄉 選舉的這個制度 回歸到我們官派 而且是有市政府來主政的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三個原鄉 我就講我們那馬下跟桃園 只講那馬下好了 我們那馬下七公所 只要辦活動 都不會通知議員參與 或者是去了解 或者是報告 禮民大會也不請議員去做報告 或者是做個祝福的話都沒有 那最近 我們那馬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針對我們議員的部分 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所有的活動都封殺 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那馬下有時候 我們的選民會說 議員我是選你的 為什麼你沒有來 我們不是想要看區長 我們是要看見我們選出來的議員 到底要給我們什麼 但是因為礙於我們七公所 根本就沒有通知 完全不通知 這個是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減水的部分 集發局應該沒有問題 去介入了解 那其次我可能要針對我們的 這個 這個 原民會 第一個就先看這張圖 這個可能是我們 在 那馬下 有史以來最多最多的經費 搶災搶修的經費 但是最近我們有一個鄉民 因為他的土地 經過很多次的下雨 有崩塌過 崩塌以後 公所也有去搶修 但是 吳亦中又是崩塌 然後他去再找公所去搶修的時候 搶修 搶修搶災的時候 公所說沒有經費 但是我一直想說 我比較納悶的是 第一次的經費就一千兩百萬 然後再第二次撥款增加 將近四百萬 為什麼會沒有經費 這個老百姓就自己花了 將近兩萬塊 自己花那個錢將近兩萬塊 來推這個 來推這個農務 做自己搶災 所以我一直想說 是不是由我們圓民會主政 去了解一下 到底這些款項跑到哪裡了 因為這個款項 真的說實在 一千六百萬 從我在公所服那麼多年 第一次有看到那麼多的經費 是我們市長說實在 也滿體系我們原鄉 想要讓我們原鄉 不管是剛才提到就是說 在第一時間能夠處理 我們所要的問題 但是 為什麼在我們那馬下 會發生這個狀況 明明有那麼多的經費 可以協助 可以馬上處理我們地方 老百姓的需要 但是公所竟然講說 對不起沒有經費 這個是第一個 請圓民會主政 協調 溝通 橫向的聯繫一下 我們四個急促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個是針對圓民會的這個部分 我們圓民會最近 因為我們市長也是非常關心 我們土地的問題 從我們的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五年 從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五年 我們那馬下 申請到鄉到區公所申請 土地增化編的這個 受理的案件有五百八十幾件 將近六百件 但是公所一直到目前幾年的時間 才會堪 四百二十幾件 而且這個四百二十幾件會堪以後 他出審 公所自己出審一百八十幾件 沒有到一百九十件 而且這個出審的部分 也沒有送到市府 所以我這邊可能要請我們的圓民會 這個也要介入去了解 為什麼 已經好幾年的案子 那麼多人的申請案 為什麼 連個核定 連個核定的案件都沒有 而且連一件都沒有送到市政府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經常在講 土地對我們原住民是一個生命的一部分 因為原住民說來有土地才能在這個土地 承接我們祖先所留下來的一些技術 或者是一些產業的這個技術來 一直延續我們的這個工作 但是今天發生 我們市長都那麼關心 我們原住民保留地的這個問題 問題是真化邊的 為什麼是這個狀況 但是我這邊可能要請我們市長也帶個話 到我們的農委會 因為聽說農委會 對我們有領務局 對我們這個真化邊非常的有意見 而且在整個局處是中央的那個部會裡面 最不配合 最不願意看見我們原住民 把我們原來的土地還給我們的就是領務局 所以如果說市長或者是我們副市長 參加我們中央會議的時候也幫忙帶話 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的 本來是屬於我們原來的土地當國民政府來把我們所有幾百公頃幾千公頃的這個土地侵占 我們要要回來的時候是那麼的困難 因為我們都有我們都有那個企業書 我們都有層出的企業書 所以有關這個真化邊的部分我們 國眾等一下做個回應 那第三個針對我們圓民會的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們國家最近在推動原住民主博物館 聽說我們整個台灣有八個縣市在爭 但是我們高雄市是應該是最有力 而且是機會最大 因為我們有海運航運 而且我們這個都會有三個原鄉 這樣的一個色彩這樣的一個色素 再加上最近我們市長在整個團隊裡面所推動 全部都是我們全國第一的這些政策 是應該可以很輕鬆拿到這個東西 但是我可能要問我們財政局局長 因為這個位置應該是要財主來撥用這個土地 就提供這個土地 我想問一下我們財政局 如果說我們這次圓民會提供的這個土地 我們不知道我們財政局是給了哪一個 哪一個方面的土地 因為我當初也是蠻想要求說 是不是能夠在我們的衛吟附近 因為衛吟它所涵蓋的不管是交通 或者是產業或者是學校都在附近 可以讓進來別的國家進來到我們高雄 直接就可以在我們高雄 看見我們十六個主群的這個 所有的文化跟所傳承下來的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等一下是 是不是我們圓民會這個主委也回應一下 那第四個部分可能是請我們的圓民會 是不是因為我們最近這個議員真的是很辛苦 我們找不到人 我們要服務我們要幫忙我們的主人 但是找不到 是不是而且因為這個原住民 在我們的整個大高雄市都會裡面 你要找找不到 所以我是不是請我們的圓民會 也做個辦理我們市區原住民的這個 就是這個覆口普查 做好普查才能在未來社會福利 或者是教育或者是一些碰到瓶頸的時候 做直接馬上處理這個狀況 因為有的根本就是已經 已經就已經是過氣勢的這個狀況 我們才能收得到 因為我們找不到這個人 所以等一下圓民會我們也做個回應 最後對圓民會的部分 我也順便建議我們的市長 是不是我們比照我們桃園市 在我們大都會裡面的每一個區 這裡一個我們的聚會所 主群的聚會所 因為在桃園市他們是每一個區都有 一個聚會所 因為我們原住民真的是不願意來到都市 但是愛與破與生活的需要 所以必須要遷到都市 但是遷到都市 我們想要飛展或者是承傳我們文化的時候 沒有場所可以再做這樣的運作 所以我是在這邊還是建議 建議我們的市長還有我們股眾主委 努力一下 就是一區一個聚會所 因為算我們高雄市來講 我們閒置的空間 閒置空間還蠻多的 如果說在沒有要修繕 沒有要破壞 沒有要打櫥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原住民做一個聚會所 這個是有關於我們圓民會的部分 等一下做個回應 交通局的部分 交通局我這邊可能 才29線是中央的 能不能跟我們這個中央聯繫一下 在第一次定期會的時候 我曾提過 我們那麼像假列客車 為什麼不能通行 他們當初到現場會刊 也回應了這麼一句話是說 因為我們的這個道路 路面寬度不夠 那現在已經做好了 為什麼假列的這個客車還是不能通行 真的影響到我們整個生活的品質 或者是辦理教學 辦理油氣的這個工作 都非常的受限制 這個可能要請交通局去問一下 還有就是第二個就是 我們瑪亞社區到我們原來的國小 只有600公尺 但是它的路面只有5米 所以大車會車沒有辦法會車 上一期也提過 也拋播過這個這個影片 但是我們公路總局 有回應一個公文說 今年年底一定會做 做L溝 然後拓寬1米 但是到現在已經年度要結束了 都沒有 這個局長也順便問一下 還有最近我們 在原小林這個舊的部落上面 舊台29線的上面 也是在工程龐大的施作 但是我們只要載人下來 或者是跟人下來的時候都會講說 這個工程是做什麼的 旁邊有那麼大的浮地 那麼大的位置可以做 他偏偏就是要搶河床地 把那個路面靠近到那個河床地 因為那個面積蠻大的 所以沒有辦法投影 那這個部分 我是想請我們交通局也到現場看一下 帶我們的這個總局 有時候開玩笑講 我們這個可能主管 可能主管 可能頭腦不好 明明就浮地那麼大 延伸可以到一兩百公尺 他偏偏就是要往河床這邊做 這個只要下大雨的話 這個所有幾千萬的這個工程 全部都會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我們去看一下 那其次 是針對新聞局 新聞局在整個市政府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一般來講 新聞局是一個化妝師 要把我們整個高雄市的 高雄市的所有的動態 或者是靜態的這個東西要推展 或者是讓我們整個國家 整個世界來看見的話 新聞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必須要把我們高雄市 所做的 所呈現的 所推動的 化妝給我們的國人來看 所以我這邊針對新聞局來講 有時候我們原住民在辦理活動的時候 是不是也經常投影在我們在新聞裡面 我們經常講 我們高雄市是非常美麗的一個地方 因為在整個高雄市的花瓣裡面 有16個主群 花瓣裡面有16個主群 在我們的高雄市是完完整整的 16個花瓣來襯托我們整個高雄市 但是如果說新聞局在推展 我們這個宣傳 或者是在行銷策略的這個部分 沒有把原住民的這個元素加到裡面的話 可能對我們市長 是一個非常不利的一個動作 因為我們市長真的很關心我們原住民 說實在市長對我們原住民來講 不管是在部落 只要聽到我們市長都會提到 提到市長給我們更多的這個 更多的這個福利 所以我在這邊可能要請我們的新聞局 如果說要推動我們高雄市政府的所有的政策 原住民的元素自入一下 直接的或者是強迫的行銷 讓我們整個世界看見高雄市原來是那麼好的一個地方 那最後可能要針對我們農業局 那最後可能要針對我們農業局 我本來是跟農業局要有一分資料 但是好像也沒有回應 我等一下是不是我們請問的局長回應一下 在我們那麼像 資材農業用或者是不管是只要是農業資材 到底我們農業局給了我們多少 今年度我們從原民會提了18個案件 是既有道路ACPC的道路要做整修 而且我也到局長市副局長還有科長組長都在 我的意思是說想要真正的面對 請你們幫我們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不是我們要開路 是既有的ACPC請你們幫忙 但是這個公文到農業局會看也沒有會看 連看也沒看就退給我們原民會 因為我是想說我們那麼像 我們三個原鄉 90%以上都是務農都做農了 要不然就是當軍人當警察 要不然就公務員其他都沒有了 要不然就是在大高雄市或者是別的地方打拼 開車子開大車 所以這個農業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大的 但是我比較遺憾的就是農業局 連一公尺的路面維護維修都不給 所以這個部分我可能要請農業局 將你們所有的資料 五千多萬的這個資料讓我知道可以嗎 可以啦 那以上是我針對今天這個質詢 也不算是質詢 應該算是彼此溝通 因為我們明代只能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從我們的看見來幫我們的地方 也幫我們的主人來提供這樣的一個訊息 請我們的政府 請我們的工部門 協助跟幫忙 處理跟解決 那以下是不是請我們的言明慧 先做個簡單的答覆 來 言明慧 簡單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那我針對議員所提的問題 做一些檢疫的回應 那有關於緊急搶修的部分 當然就是要發生天然災害 導致比如說部落聯絡道 或是檢疫支來水或是部落基礎設施等等的回損 才可以去做搶修的工作 那我知道 那馬下區公所呢 在今年呢 他們的搶修經費 我們補助的五百萬裡面呢 他們大概派工有三十七次 那其實緊急搶修是針對災害 發生以後馬上去做的一個處理 所以這個經費上 如果說區公所不足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馬上做一個捷報 然後到市府 到向上級機關來去申請去補助 那至於後段 當然就做一些災後復健的一些工作 這是針對緊急搶修部分 那對於原住民保留地增化邊工作呢 曾如議員所提的這個數據 其實在程序上大概就是 由區公所受理之後 來辦理會堪 會堪完之後再做會堪的紀錄 等於是一個初審的作業 初審作業完成以後再造清策到本會 本會做一個副審以後再送到工產機關 工產機關就比如說 剛剛議員提到的林務局或是國產署 國產署跟林務局做審查意見之後 直接提送到中央的圓民會 然後由圓民會來做核定 大概程序是這樣 那今年區公所確實連一件要送到我們 我們圓民會高雄市的圓民會本會 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在四月以及九月 包括上週我們就開過年終的一個檢討裡面 我們希望說區公所在這個部分 能夠再做一些改善 那據我們了解就是 區公所目前在針對原住民保留地的 這個承辦的人員的部分呢 一直沒有一個專責的人員 一直使用這個業聘僱 所以在整個作業 這個專業智能上 是一直有待在做加強 那博物館的部分 謝謝議員當時在會刊的時候 給我們提供很多的意見 也幫在委員面前 幫我們高雄市提供很多的爭取 那我們市府在市長指示之下 我們是要全力去爭取 那我們已經找到一塊非常適合的土地 我們相關的縮帖跟簡報呢 也已經備妥 已經在今年的十一月二十八號 已經提前送到中央研明會 那中央研明會也給我們做了一些回應 他們預計在 他希望針對上次委員意見需補充的部分 在一月中旬以前能夠完成 不過我們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會持續跟中央來聯繫 我們希望他們的委員呢 能夠再到我們新建議的場所呢 來做一個會刊 聽我們簡報 那我們會去做更大的一個爭取 那有關於議員對戶口普查部分 我想我們對於原住民族政策的擬定 我們都要做一個評估 確實我們在歷年來 我們都沒有對我們原住民族人做 生活狀況的一些調查 所以明年呢 我們要謝謝社會局利用工彩的基金呢 工彩金呢 有補助我們明年一百五十萬 那因為經費的關係 我們明年會做抽樣的調查 我們會針對高雄市都會區的部分 35個區的原住民人口呢 做一個抽樣的調查 讓調查不管是他們整個生活的狀況 作為我們未來在政策上 擬定的一個新的一個方向 那有關於議員提到的族群聚會所 我知道桃園市目前原住民人口大概將近七萬 那桃園市的區域扣除復興 它還有十二個區 桃園市有十二個區 那我們高雄市扣除原鄉 我們有三十五個區 服務員是非常的大 那三十五個區裡面 我們的人口大概兩萬多 所以我們目前唯一的聚會所就是在前鎮 那也是當時考量 都會區原住民人口比較集中的 大概就是在小港前鎮 這個地方 那我們也跟教育局也有做一些聯繫 我們想說 目前我們的使用狀況大概就是 如果族人有要聚會的話 我們會跟民政局跟區結合 利用活動中心來使用 那我們明年我們會爭取去設立我們的族羽教室 族羽教室利用學校的閒置空間 那這部分我們會跟在教育局再協調 那至於是不是要該聚會所 我覺得可以再做一些討論 我們很擔心有時候 公共建設蓋出去之後 花了很多錢 但是可能在管理上 反而造成外面的一些公平 那我想這個部分做這樣的簡易的回憶 謝謝 謝謝 簡單答案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議員一直關心台29線 我們甲線到那馬下路段的部分 這是公路總局第三公層處他們的範圍 那裡面有分成七標 我們在大案會報也都隨時在掌控他們的進度 那目前大概有四標都已經完工了 那另外五標六標七標 分別會在明年的三月六月跟十二月 會整個完工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可以路段已經完工了 也不會影響到安全的疑慮 我們會盡快要求他們 是不是能夠早日來開放甲列大哥車 那這部分我們會來看一下 他們真正的工程的情況怎麼樣 那會到現場去再做了解 以上跟議員說明 謝謝林議員 我跟林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在我們原鄉 那馬下鄉 我們的資材補助 包括農會給予的 總共超過三百多萬元 那另外在我們融入部分 我們這一次的災存補助金 超過五百萬元 那林議員 上一次到我辦公室談到的那些路 因為不是屬於我們可以修復的 因為它是一個土路 所以說這一點跟林議員說聲抱歉 以上報告謝謝 好其他各級處沒有報告到的 再向林議員解釋 那個今天疫情到此結束了 三位